影星成龙受邀出席博鳌论坛还发表演说 而在谈到盗版问题的时候 他突然说了一句 中国人都该被管一管 不然就会像台湾一样乱 而此话一出 引起了台湾媒体一阵哗然 在博鳌论坛这样大型国际性会议上 居心成龙这句话引起渲染大波 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 很乱 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 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要管的 如果一不管呢 一开放呢 我们就会为所欲为 成龙这回是受邀在博鳌论坛上 谈创意产业 但是谈到仿冒的议题 却突然蹦出那么一句 引起台湾记者一片哗然 你觉得台湾哪边就在台湾哪边乱 这是政治部分 政治 我讲的是政治 团称自己是指台湾政治真的很乱 但是听到近来国内买官案闹得沸沸扬扬 成龙还是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虽然他一向快人快语 但是这回在国际性的政治大型场合 公开批判台湾的政治 确实还是第一回 也让在场台湾记者觉得非常尴尬 专讯人张旭 郭望述 海南博鳌 采访报导